在一些意見當中,有兩項分別是關於究竟這兩項新的稅種,特別是買家印花稅,會不會提供多些豁免, 例如重建的項目和一些香港居民所組成的公司。 在這兩項方面,第一點,關於重建項目,我們的法案是會有一些條文在關係提供一定的豁免, 到時我們在法案裡會說得很清楚。 第二方面,是關於所謂本地公司能否豁免的問題,我們經過細心的評估, 我們明白這個要求可能會對某些本地人所組成的公司覺得不便, 但如果是放寬,不應用在這些公司的話,會造成一個相當大的漏洞, 令到可以逃避買家印花稅,所以我們在平衡這個利害之後, 政府仍然是維持元宣的想法,即是說所有的公司, 無論是甚麼人士所組成的公司,都是要繳交這個賣家印花稅的。